这次我们就说一下这个Unreal Engine 和思佳佳 简单地说 unreal.com 你又可以下载 下载的时候需要一个账户 但这带的账户就不需要钱 申请的 这样子终于此类 我最后再说一下 登錄完後, 會有一個 Unreal Engine 的 Launcher 大概是這樣的 它有很多頁 去到Unreal Engine 頁 去Library 這裏可能還未有你的 Engine 這裏是甚麼來的呢? 你可以有不同版本 例如你可以加 例如我想可以用不同版本 例如以前的版本 或是怎樣 按完之後就可以下載 這個版本 然後我們就可以 開啟了 因為它有些時間去開啟 那時間吧, 再說一下 其實Unreal Engine 主要是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用BluPIN 一部分是用私家加 它雖然是免費的 但是當你的公司超過某一定的 規模 好像是每年的收入 多於10萬美金 就要開始收拉薪金 那我忘記了幾% 總之在你的收入 那裏抽個% 所以你自己看著 懂不懂你自己用 嗯 那我們先做一個項目 因為這裏有些時間 然後再說 BluPIN 那這裏呢 你會發現有幾個 有BluPIN 和私家加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選擇誰都不會太大影響 選擇私家加的分別就是 它會幫你開啟 VSO Studio 選擇BluPIN 就不會了 你自己按 那我們現在選擇私家加 那或者我們選擇 選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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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例子 比如說 可以開車 或者可以 橫向動作 第三身 那我們選擇這個 這個 玩一下 然後呢 我就選擇一個 叫做 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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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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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裏製作 製作 製作時 都需要時間 那 或者我講講 BluPIN BluPIN 其實如果你看 Unreal的Document 他也有講的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 Visual Programming 或者Visual Scripting 你看 Document 它這裏 也有講 大概是怎樣 等它開啟 Visual Studio 那 第一次開啟 可能還要一點時間 因為它是 Complied Shader 那 那 繼續講 BluPIN 簡單來說 就是 拉一下拉一下線 就可以寫到Program 那它的流程 其實跟真正的 Program logic 不是差別很大的 那 它是給 Designer 或者 Game Designer 或者 Artist 或者一些不太熟 Program的人用 那 通常這個團隊裡面 私家街的Program 就負責寫一些 核心的 Logic 或者Gameplay 那 剩下這些部分 就留給Game Designer做 那 例如它製作一個 怪獸 或者製作一個 那 有什麼功能可以用的 就是 製作一個炮台 可以射子彈的 那 Game Designer 就可以決定 什麼時候射 或者 扣多少血 可以用這個 BluPIN來做 不用射寫Program 都可以 那 我都會示範一個 很快的 示範一個 BluPIN怎麼用的 那 很多時候 我們未必會直接 用私家街寫完所有 Game Logic 很多時候會 只是 怎麼說 給一些功能 然後在上面組裝 那 之後你會看到 怎樣 看看它 製作完了沒有 好了 它製作了Project 那 這邊箱 就有resource 製作了 那 你自己的Source Code 現在這裡很少 的 不是很多 因為我還未開始加 但如果你看看Unreal Engine 4 這裡 其實它的Source Code 就很多 好像有 過一百萬 過一百萬 韓曲 那 我都不太肯定 它有多少韓 總之就很大 所以有時候 Python也有些時間 另外就是它其實 就用了很多 Track 用了很多 很巧妙的方法去做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不太熟 C++ 其實就 可能會遇到困難 所以 所以我會建議 分開學 C++和Unreal 即是你認識C++ 有一個基本概念 那你才來做Unreal 如果你用C++的話 如果你說用Blueprint 當然不用 但用Blueprint 你做到的東西 有限 因為Performance 始終會慢一點 我會示範一些簡單的東西 然後再 講一些 Unreal的內部 或者看我講到幾多 因為 它的Document 其實都很齊 我只會講一些 入門需要有 或者 假設你已經是C++ 甚至你是Expert 都不要緊 可能你沒有用Blueprint 的話 可以很快 去 展示給你看 怎樣 進來的 UI 就這樣 不太特別 你可以用Mouse 右掌 按揈 請按揈 路線 按揈 到右掌 差點 右掌 按揈 可以按揈 按揈 按插 按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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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揠 按揈 右边按键 或中间按键 左右 就是这样 可以选择一些项目 按下来 就是这样 我想这部分不太难用 我们先来学习Blueprint 很快的 假设大家已经有Program名底了 左边有些功能 下面就是Content Browser Content Browser 就是所有你有的Data 或者Asset 例如你有的 人类 这里有个Tree 你可以按这个按键 如果你有时迷失不知道是哪个 按这个按键 你可以看到整个Folder structure 是怎样的 这样 这样 我们现在试试做一个 叫做什么 Blueprint class 这里的Data 有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们先不要管它 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做 我们可以 做一个Blueprint class 其实它跟斯加加的概念 都类似 叫做一个Class Class 叫做一个Object 那我们先做Ector Ector 就是可以放进去 场景内的Object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可以做 这些东西 就是New Blueprint 接下来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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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Ector 这些东西 主要是 主要的 主要主要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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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个就是刚才我放进去 比如我放在这里 放在太空船前面 这个Run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见了 而且这个Mouse Cursor 也没有了 你不用怕 因为它这个是用WASD 按键 去控制 还有右手边的 上下左右的 射射子弹 这个例子是这样 按键 按键 就可以出来了 那你会看到 这个MyEctor 这个MyBluePrint 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它实际上 没有一个 3D Model 可以加的 比如我加一个Component 我可以加一个 波 加一个Sphere 或者加一个Clip 加一个Clip 它现在就有一个Model 如果你要进行 按键 你会看到 这个 就是我 NewBluePrint 里面的 正方形 它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选择 NewBluePrint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它是其中一个Component 就叫做Clip 你会看到 刚才提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正方形 你可以加多一点 好 这个也不能做到 可以做到Logic 对吗 你可以按这个 Edit BluePrint 或者按这个 上面 也可以 按Edit BluePrint 之后 打开 Bullpin Editor 这个将会 就是 可以做到 Logic的核心 那现在有一个Sphere 这个就是 这个 现在的Pullpin 不用管它 可以 看看自己的 这些Model 另外还有两页 就是Construction Script 和Event Graph 先不要管 Construction Script 这个就是 在Editter 用的 不是Game Logic 看看Event Graph 有 M Mouse Lock 或者是 右手 poster 还有 ρχ Begging Play 还有 Tick 这些是什么弹 Beg規矿 就是 rule iki 这个 你 feito 先把 eous접 fair 代表 我們可以加一些 note 進去 right kick 空白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選擇很多 note 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如果你不懂的話就要慢慢看 但是我們要做一個 debug 的 print string 我們要印出來 你看到這裡有個三角形的戰序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event 現在這裡的 string 就是 hello 我們要按 compile OK 按 run 你看到就會 我不知道 畫面這裡已經出了 hello 的字 我再說一次 看到 hello 的字出現了 你可以改變顏色 就是按這個墊嘴 你可以改變顏色 例如改了什麼顏色 紫色 OK 芯和直 align 還有示範多久 而已 這裡是示範幾秒的 conf 另外一個很常用的就是Event Tick 就是每一畫面都會出的 如果這樣薄的話,就是一開始就會召喚這個 然後每一畫面都會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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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這樣出 很多 你看到這個紅色波波會這樣移動的話 那就是那裏正在運動 OK,就是這樣 你可以斷它 當它這樣 描述它的時候 你可以按自動的 按自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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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斷掉它 好了,那裏做到什麼理解呢? 除此之外 嗯 例如 例如 我們可以 這個其實是一個類似 你當是私家家的class 這樣 有些Event 左邊 有些Event 有些功能 有些功能 有些Macro 跟私家家的概念差不多 那麼我們做一個Variable 例如 我們加一個Variable 就是 叫做 Time 嗯 嗯 這樣 那麼你可以按這個 按鍵 按鍵 它是 是否Public 是Visible 那就是私家家的Public 那些 那麼你 選擇這個 選擇這個 在右手邊 選擇 我要這個 是Folding Point 的梯 來的 OK 就是這樣 那麼你小心 右手邊 有一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改成為 Single 還是Array 還是Set 和Map 那我Default 當然是Single 那麼Array 所以其實如果Fold Array 那就可以斷掉這個 那麼你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Single 那麼這裡有一個Variable 嗯 啊 即是這樣 我將這個Delta Delta Single 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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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看到 它在中間幫我們 這個綠色 是Flow 來的 Flow 這樣 那麼你按 你記得它 這個 這裡就不停跳的時間 那 所以呢 我們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 我們 我們有一個Variable 我們押過來 我們可以 Set 和Get 來 去Get 這個Variable 這個Variable 我給它一個數值 或者可以 這裏 我給它 100 那 這個Variable 就有100 譬如 我們現在 再次 它每次都會出100 那 就100 是不是 這個顏色很難看 還是選擇白色 或者選擇藍色 不怕大家看不到 好 那 100 我每次 100 再加回Delta 的2 那 怎麼做呢 你拉出來 那 你可以用Add 或者加好 那 它都會找到 那 我們現在 Flow 加Flow 就是這個Folding Point 加這個Folding Point 就變成這個 這樣 所以 其實很容易明白 如果你懂得寫Program的話 不會很難學 那 它就會不停加時間 每次加時間很少 但我想它累積下去 那 怎樣呢 就是 這個Time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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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Delta Time 放回去 那你可以選擇 選擇 OK 這兩個 都是同一個Variable 不過一個是Get 一個是Se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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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先把它拉扯一點點 OK 看不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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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就可以把每次的結果 接出來 然後放回去 但有一點要注意 這裏它有個三角形 的 即是它要有Event 才可以 行 這個 現在我這樣做 其實它會直接跳到最尾 這個 即是 由這個 走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因為它需要一個 String 所以就向這個 拿 這個 就會向這個 拿 然後 之類 但 我們從頭到尾 都沒有走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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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需要一個 主動的 Event 所以我應該要把 Event 駁過來 OK 你會發現之前那個 就斷了 因為它只能夠 一個 一個 駁去 簡單來說 那 當然 你可以由不同的 引擎 例如 開始的時候你可以 引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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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它在 App Set Multiple 但是只能夠得 一個 Output 去一個 因為你 等於Poker換了碼 你走完一行 當然是走下一行 或者等於一個 功能 你只能夠 這樣 這樣 現在就行這個 開始 如果一開始 每一 frame 每一 frame 就會叫我這個 設定 這個設定 就會經過這堆 Logic 然後再走下一個 就是這樣 所以我時間 就可以 累積下去 是不是 你看到 時間不能累積下去 這個就是 Logic 你也可以做 If 它是 Branch 那就是 If 這樣 Condition 你可以問它 是否小 例如 這個是 這樣 這樣 它會出回 Boolian 給你 紅色 Boolian 哪個 是否小 那 True 就行什麼 False 應該 不太難 這 當然 有Loop ForLoop 那些 WOWLoop 那些 一樣 都是這樣 不是太難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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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的 都很基本 平常 有些 例如 DELAY 那 你可以這樣 DELAY 上來 完成 DELAY 就是 你可以 DELAY 1秒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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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 1秒 只會 一次 OK 或者我再 梳一點 4秒 下一次 3秒 下一次 因為 2秒 3秒 檢查一次 再一次 再重新數 還有另外一次 這樣 但是 這個 好像 公司家價 有點像 Coutine 就是 它軟在那裡 是 它可不停 但實際上 另外那些 螺絲能繼續走 但希望 到這件事完成 就回來 有點像 複製 跟 更何 你知道 你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平民2 還有什麼特別呢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這樣配合 可以製作 來個滑膠 成為一個Macro 它就是一個Macro的Node 放在左邊 你可以改名字 以後你把這個Macro等於一模一樣 在DoubleClick裡面 你可以看自己的Graph 你可以再改 就像Macro一樣 又或者我可以把它放開 這樣把它放開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可以製作功能 如果製作功能 已經失敗了 為什麼呢 我可不可以 只要這樣 這樣可以製作功能 這樣可以製作功能 你看到功能 它是有進入的 一定有進入的 因為等於平常私家加的功能 你當然有人叫它 都是一樣的 裡面都是你自己設定的 它會開一個不同的 你的DoubleClick會開一個新頁 你可以選擇 就是這樣 不太特別 功能和Macro的分別 其實跟私家加的一樣 功能就是實際上 真的會召喚另一個功能 Macro的功能 你可以這樣想 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 就不會太重 就不會太重 好 講了這麼多 Bull Plane 我當大家會用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 如何接駁C++ 第一件事 我們就可以 描述C++ C++ 剛剛講了 剛剛講的Actor 還有 Component 你可以選擇 Component 所以 你可以選擇 一個 新的Class 是一個 Component 也可以 Component Component 和 Actor 的分別 是 Actor 是一個 Object 在世界上生存 而Component 是 依附在 Object 上面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不同的 Component 可以選擇 不同的功能 可以選擇 不同的功能 可以選擇 我們來選擇 C++ 你可以選擇 再選擇 來選擇 WriteKick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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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Component 選擇 hyper Am Br sulfplen 另外 可以選擇 主線 例kes 也選擇 nor � 我慢慢示範給大家看 希望一個小時可以趕得遠 其實要學習的東西可以說多或少 但基本上可以用到 C++ 的就不是太難的 但當然Unreal Engine 是一個很大的 Ending 所以要懂得的東西要很多 如果用得好 但開到頭後面應該不是太難 它需要一點時間 還要加上C++ 所以有一點耐性 尤其是第一次製作 OK 它是支援Hot Reload 即是你不需要刪掉它 都可以加上C++ 先收回這些 它會幫我加上MyCV Actor 就是剛才弄的那個 那我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成功 然後我們可以嘗試加 譬如我這裏是MyCV Actor 你會留意自己在哪個Folder 其實你可以跳來跳去 就像這裏 在這個Folder 那如果你看不到的話 你可以嘗試在其他Folder上找 對吧 那私下加些C++ 它就會放在這個Folder上的Default 那照樣地 你可以進入畫面 那這個就是MyCPU Reactor 那我們都可以加個Component 因為看不到 我把Folder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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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先把Folder拿上來 掉進去 看到這個Folder看得到 好像更好 那還有 你會有很多Event 例如它被撞到的時候 它又可以收到什麼Event 你可以之後再加 OK 那我們有個CPU Reactor 那這裏呢 你會看到 它是沒有Edit Blueprint 一跳 就跳進來 這個SegaGuard Source 那你其實 基本上可以做完 所有你本身的BluPrint 做的東西差不多 例如 這裏都有Be-In-Play 還有Tick 就是每一Frame 都會叫你 那如果你看CPP 的話 你可以選擇 不要叫你 的Tick 這裏是這樣的 I set for false 那你就可以 快一點 如果不會叫你 那現在我們在這裏 怎麼知道它有行動呢 其實我們可以 之前這樣做個 鎖個Message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 有幾個做法 鎖個Message 或者我們可以做回 剛才一樣的 G Engine 就是高寶 Scope 的Engine 然後按 然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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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秒 按 按 按 F F color, 它是什么的 F 字, 开头, F 是介乎 Framework 或者 Foundation 。 Color 可以选择红色, 或者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我想想, 这个, 我们看看HELL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我猜, 可以选择什么, RGB 是什么, 可以选择255, 0, 0, 红色, 或者是同时工坊, Red, 两种都可以的, 没所谓 接着就是Message 你看到它会希望要一个 F String, 即是它的String 你可以这样打也行, 但不是最好的方法, 例如 My CPP Message 最好的方法, 其实是加一个 L 给它 因为, 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要视乎你是用 Unicode 还是不用 Unicode 但是, 它本来建议你用 Win32 的 Macro, 就是 Text 这个 Macro Unicode 的时候, 帮你加 L, 不是 Unicode 不加 这样, 就是最好的 所以, 它的 Code 会选择有些沉, 不过你明白原理就知道怎么用 好, 那我准备它啦, 这个就是每一 frame 都召唤我, 每一 frame 都写出来 看看是什么环境, 它会 Hot Reload 就可以 好, 这些耐性等下, 这次Compile 慢一点 嗯, 应该去 Run 的时候, 还没得到 咳咳咳咳咳咳 还有什么其他话说, 等它Compile 之下, 因为可能都搞定 Compile 了, Success 了 这ileri画机会关 tasks涉及軟货 好, 放在这里设置看omnicep 声音 相信, 它就能 зач麻烦 里考振到 bez货 随时它呐 bear 因为我们滬一弦 这种角 Zack 每一 frame 都会发生iek 所以, 顶过�오ç разработха 方法 A Sudan L där j teen Kan B 呈以 Unreal 的 거죠 UELOCK 但這個就不會上畫面 這個就只是在 Lock 或是 Lock Console 上 有一點難用 我先看看 Document 看看Document 有時候有點難找 Document 這個 這個都可以 有幾樣東西的 有Category Lock Level 以及你的Message Category 最後再說 Lock Level 可以選 Error Warning 或是Display Display是Lock File 和Console Lock是Lock File 但不上Console 那什麼是Console Console就是 你可以選擇 Window Developer Tools 可以選擇 Output Lock 這就是Console 譬如我清理了 我可以試一下 這裡 第一件事 Category Category 你可以自己 製造新的Category 但當你開一個 Project 的時候 如果你看這個 Project 就是這個Directree 它就會幫你 Define 做一個 叫做 MyCP Project 這個 叫做 Lock Category 如果你要多一點 你就會學習這樣做 例如 這個 是Lock My Other Lock 這個 你可以選擇多一點 這個 你就用這個 放在第一個 Category 方便知道哪個系統 還有我想 Display Level 接著 Format Format Let's say 你用這個 Macro 這個 叫做 MyMessage %D 100 1 1 2 3 其實跟PinF 用法差不多 看看 是否留下 好了 它說 這個Category 找不到 因為 我這裏沒有 include 這個 MyCPPP project.h 那 你 include 才有 這個 Lock Category 好 OK 我們可以 Run OK 接著Run 看到 它 在上面 是沒有出的 不過下面 就會有出 MyMessage 另一個 Message 來自BluPin的 這個 這個 或者我現在正 就 沒有影響到 OK 就是這樣 你可以 可以 Pin的Message 可以Lock 至少你方便Debug 還有 Tick 然後 我們就 看看 如何可以在BluPin 和C++之間 去使用 首先 我用回 剛剛的 BluPin 這個 這個 我可以 加一個 Wearable 叫做 MyCppEctor 或者叫做 MyEctor 不知道叫什麼 CppEctor 這裡可以選擇 Type 只要有 Type 你可以選擇 MyCppEctor 我要 ObjectReference 它可以 像正常的 Wearable 你可以 GET 然後 做 OK 這個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這樣說 我加一些 東西給它 怎樣 看看 OK 我剛才加了 新的Wearable 所以 如果你選擇 這個 Suppose 你見到 我 給它 你會選擇 這個 有 MyEctor 對 你就可以選擇 因為 我這裏 可以做一個 跨越兩個 Object 例如 我這個 應該要搜尋 不可 可以選擇 這個 走 一定要選擇 這個 不要緊 這個 都一樣 或者是这样的 按这个Dropper 那现在就是 我这个New Blueprint 这个Object 里面有一个Wariable 就是指去我这个ACTOR 这样可以用 这个其中一个方式 有几个方式 可以逐个试给大家看 你可以拉出来 这应该可以得到 这个Object 我们试试 加些Wariable 给Object 那怎么做呢 你看到呢 其实这个Unreal的 class 都是同 C++ class class 一定要基于 U object 现在它是基于AACTOR 但AACTOR 也会基于U object 一定要有Unreal的 class 那我们加一个Wariable 这个叫做 TestInteger Default 例如Int8 Int32 Unsize32 Defined Unsize32 16 如果你想告诉我 有这个Property 有什么要做呢 就是加这个U property 这样 这样 这样按一下 可能要加多些东西 这个示范 这里可以看到 Document有提到 GamePayProgramProperty 你可以用U property 订阅 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Magic 不如按下 按下 我还想可以Blueprint 可以接触到 我要加 Blueprint ReadWrite 这样 准备 准备 这些东西 其实 这些东西 你记得紫色 其实它是一个Macro 这个Macro 其实是刺激的 就是说 进去打 任何东西 其实都没有东西 就是说 私家的Compader 其实不知道 有这个东西 OK 不可以用Unsize16 PuPane 32 既然它是刺激的 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其实 当你Compader 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 Pre-Processor 或者 有一个 Header Processor 就会 Go through 你这个Header 去看看有没有 这些特别的Tag 例如 这个Class 例如Properties 当它找到 这些Tag 它就会知道 Properties 它就会看下一行 和它 read 这些所谓的 叫什么 algebra 或者 specifier 再看下一行 type 和名字 它都会知道 甚至乎 boolean 它都可以冒好一 这个BitField 好了 它做了这些之后 它就会 给你Generate 这个叫做 Generate.h 你可以进去看看 进去看看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好笑 OK 它会给它 Generate 这些组织 因为 C++ 没有 Reflection 所以它不知道 你到底有什么 Member 这个Object 有什么Member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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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rd 它会有 Generate 那这个 如何使用 它其实是 所以它就为什么 有这个Marko 叫做 Generate Body 便用它 可以把它放进去 例如 这个Class 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帮你 register 这个Class 還有這個Type 裡面有多少個Property 或者什麼功能 它的magic 就在這裏發生的 這層拍完,我們可以試一下 這個,如果滑出來,suppose 你可以... 試一下,可以嗎? 對了,你見到這個我可以 Get,或者叫Test Test Integer 或者可能我改一個好一點的文件 你見到,我就可以 Get 到這個Integer 就是來自這個Actor 或者你可以設定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設定它 其中一個方式 你見到我是用這個Property去 去控制 或者去 去取得另外一個 去做一個 系列的東西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有另一個方法去做的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叫做 我看看它有沒有說 先看看它有沒有說 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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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個... 先找個... 找個... слcu... 找個... 就是... 給我 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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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不過我先等一等 好了 現在我這個就是普通一個 私家家的 Actor 我這樣按這個 其實我可以 去選擇多一個新的 你在這裡選擇的話 選擇不到其他的 我跳回去另外一個 不是私家家的 我之前選擇了一個 可能我想選擇多一個新的 我選擇 我選擇 我不會選擇這些 我可以選擇 其實和私家家的 一樣 我可以選擇 這個叫做 MyCppActor 我選擇 MyCppActor Blueprint 我可以選擇 我選擇 你可以看到 它都會有自己的 Blueprint 但如果你看回 它的 class setting 它是基於 CppActor 即是它會有 它本身的 之餘 又會有 自己的 所以這裡 我立即可以 Get Test Integer 就是Get 自己的 OK 即是你 Inherit 這個方法 1 如果我 刪除 False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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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幫你 立即 立即 Create Blueprint Base 這個 MyCppActor Blueprint Version 就是Base 上去 反過來 就不行 你不能說 我有Blueprint 用Cpp C++去 Inherit 當然不 所以 C++ 通常都是做底層 好 我們有這個 之後 其實也可以做回 剛才所說的 GET Test Integer 不特別 現在可以說 另外一個 就是 功能又如何 其實我們可以 做一個 叫做 Test 叫做 Test Function 然後你可以 U Function 看看是否夠 應該夠 應該夠 可能要多一點 看看 Example File 這個 我可以選擇 Blueprint Blueprint Colable Blueprint 加上Blueprint Colable Blu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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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選擇哪個 最好呢 我應該選擇 另一個 可能更好 我應該選擇 Native Event Native Event 還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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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我做了這個功能 當然我這個功能 要有 餡料 我們可以做回 剛才那樣 當它叫我 的時候 我便叫 Test Function 這樣 按 cpvector 這樣 你可以看到 有個字出來 叫我 試一下 可以嗎 先 回到 現在 這也是 Blueprint 的版本 看看 它叫什麼 Test Fun 你便會有一個功能 譬如我現在 每一畫面 都可以叫我一次 這樣 假設這個功能 裡面 就會 不停地 裁判 這個Message 可以嗎 就這樣 你便可以 由 Blueprint C++ 在那裡 如果你想調整 換轉 這可以這樣 轉轉 它已經可以 兩邊 更用 設計 有點奇怪 或者我不會使用同一個功能 這個可能是改名字 先改名字 這個可能是 bupin call cpp bupin to cpp 接著我們選另一個 可以選什麼呢 bupin native event cpp to bupin 應該沒這麼說 可能會很亂 callable 什麼都不設定 可以嗎 什麼都不設定 就這樣 這個是bupin to cpp 好 那 剛才你會發現 這個功能沒有 當然我們要把 調轉 cpp to bupin 可以知道 這樣 可以找 cpp bupin to cpp 另一邊沒有 好 現在 還有這些 還有什麼呢 ok 可以 可以 試一下 應該用bupin pure 這個示範比較好 對 其實你就不需要 implement的 body 之前有份 document 好像比較好 這個 我想要的 一個 是 是 整個 再找個好一點的例子 一時間 先看看 我忘了一下 有幾個款式要注意 但它又說得不太清楚 可能是這個 Pure應該可以 It's not an alpha function with no return type and no output parameter 哦,那我们先用Event 啊,应该是这个,我设置到基础 应该是对的 但是呢,就不用没有这个馅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试试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叫它 OK,这样 所以它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它 叫它,叫它,叫它,叫它 叫它,叫它,叫它,叫它 然后呢,我这里,我不管它做什么 反过来,我有一个新的Event 就是,CPP to pull pin 这个Event 就这样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CPP to pull pin 这样 这样 OK 如果它叫我 那里面呢,我当我私人家做了一些东西 那我叫它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当然,这个可以任何一样东西 即是,可以是怎么样 即是,可能你线续收到Data 你就叫这个 你就叫它,叫它 就是这个例子 就是这样 那这个如果有东西看,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那你叫它,叫它,CPP CPP 叫它,叫它 那 那 那 基本上是这样 是吧 刚才也有那个 Test Integer 是 是,可以 GET和Z 是吧 那 那 其他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他东西,你可以立刻加上做到 又或者 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譬如,你想建立一个新的Actor 的话,你可能可以 呃 我也不记得 CREATOR CREATE New Object 现在,我不记得 不过,Google可以找到 这些部分不太难 那些部分 啊 啊 这里更可以给CATEGORY 那 你可以说 CATEGORY 是 買 咯 全部都可以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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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這裏選擇的時候,就會多了賣一些欄 OK 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有些巧妙的,也很容易搞錯 除了這個,我還可以做另外一個Native Event 這個就是CPP Native 不過這個比較有趣,所以值得說 因為現在,原本就是叫Blueprint 沒有什麼特別的,是用Blueprint去做 但這個比較有趣,所以值得說 先讓它分析 它分析完,應該會投訴 是的,它會投訴,是未做過 Implementation 這個比較有趣 那我就要做,有 Implementation 它的功能要再加,要加 Implementation 這個後面的節 功能要長一點 例如我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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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訊息 這樣 接著 接著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你會發現 我試一下吧 CPP 這樣 你會發現好像差不多 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它沒有叫 Blueprint to CPP Blueprint to CPP 有 接著 這裡 都沒有叫 這個 這裡 我叫Native 對不起 Blueprint 你會發現 Blueprint CPP 就會找到 這個功能 接著 CPP Native 去Blueprint 你會發現 你會期望 CPP 這個 或者是 CPP 我們看看 下距 你會發現 這個 這邊這個 它有CPP 這樣 但是 這個 是沒有出現過的 這個 沒有出現過 意思是什麼 其實意思就是 只要我加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我的 Blueprint 的 所以 它會 超過 Native 如果是這樣 我不加 我什麼時候用得著呢 就是 剛才那個 如果我有 Blueprint 是用另一個 Actor 其實我都可以 用另一個 Actor 去 召喚 它的 功能 是嗎 可以這樣說嗎 但是 你又不會出現去Event 是的 這樣 這個 其實就是 有點像 什麼 嗯 不知道 會不會明白 好像很吵架 我 有 畫圖 希望可以說清楚 這件事 我 有個 My My CPP 的Actor 這是C++ 的Class 裡面 裡面 有一個 功能 叫做 叫做 CPP Native to Blueprint 然後 我製造一個 新的Class 就是 叫做 MyCPP Actor Blueprint 這個Class 裡面 只要我 implement CPP Native to Blueprint 這個Event 如果我製造了 這個Event 在這個Graph 的話 的意思是 我用這個 來 overwrite 這個功能 這個明明是 CPP C++ 有一個 implementation 對嗎 這個Event 其實是 overwrite 這個 只要我這樣做 所以 在這個 情況下 你會發現 如果我這個Node 我正確定 它會有一個 叫做 Add Call to Parent 功能 OK 這樣 切開 算不算 我可以 按 這樣 我可以 怎樣說 我可以任何時候 叫這個 都可以 或者你直接叫這個 OK 你看不看 其實它叫這個 CPP CPP Native to BP 即是 Bullprint implementation 即是 它這個 就說 我叫 Basecast 那個 有些 像 我可以直接 叫這個 Version 即我這裡有個 Bullprint 這裡有個 Bullprint 我現在 製造了 Event 所以 會 但我可以 好像 C++ 我可以說 Basecast 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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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P Native 這個 即我可以 這個 就說我直接 叫Basecast 那個 所以如果你想 好像C++ 那樣 就說 當有這個Event 來的時候 你做一些事情 跟著叫Basecast 其實這個 Case 這樣做 等同你叫Basecast 這樣 這樣 真的 這樣 所以 這個 我就叫Basecast 再走 那你就 有個Flow 咯 呃 看看還有沒有東西 漏 基本上 就是 這樣 這樣 如果要用 那這些 就是 連接的位置 是吧 另外我會 很快地說 一些 其他的 class 是特別少少的 那 Unreal 那些 那些 class 名字呢 就有不同的字頭 在這裡有說 A 就是 Actor U 就是 Component 或者Object 那些 E Num I Interface T 就是Tenplay 包括有Array 它有自己的Array 它有自己的Array 還有些什麼 它有Array 它還有 它還有 已經運了一個板 寫到 它有自己的 Set Map 是吧 那 這些都不是很特別的 OK Array 都不是很特別的 你可以看一下Document 那你可以 Pan Dynamic Array Map 另外還有一件事 比較重要 就是 它的 U Object 其實是有GC的 它有沒有看 沒有 我記得它有一份 有說 看看 那一份 按摩低一點 就有 對了 Unreal Object Actor Life Cycle 有說 比如說 遊戲 Runtime 都可以 Destroy 比如說 Destroy 它會在 Outliner Delet Delet 但它不會馬上 Delet 它只會把它拔走 它 然後 它 會 譬如 Delet 可以這樣說 其實 Unreal 有 Garbage Connection 比如說 我有很多 Object 裡面 可能會指著 另外一些 Object 這樣 諸如此類 會不會複雜 要說 Garbage Connection 如果這個Object 刪除了 如果這個Object 刪除了 如果這個Object 刪除了 假設 已經沒有人 再指著 這個 這個 還有人指著 我還有生存 所以這個 就OK 但這個 就沒有人 再指著 其實它會清潔 每一 Frame 或者每個幾個 每個 Frame 每一次 就是GC 的動作 有機會再說 GC 是如何運作 所以你要注意 這個 Garbage Connection 它這裡也有說 所以 如果你是 自己的 Garbage Connection 如果你是 自己的 那種 一般來說 其實你不用 怎麼理會 因為 你 Define Type 譬如 你的 Variable 裡面是 Property 應該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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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這裡 如果你的Property 是指著Object 其實 你不需要擔心 它會知道 但如果你說我沒有 我就有一個 MyCpp Cpp actor 的 pointer 你自己這樣拿著 其實你就很危險 不是有機會 你把Object 判斷了 判斷了 或者它不知道 你要 怎麼說 你會 Reference 在這個時候 你就要記得 你要 加這個 叫做 Reference 判斷 告訴你 這個是我 Reference 的 但是簡單來說 其實 做這些GameObject 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最好 用Property 對 你 不需要 擔心 這件事情 OK 另外還有什麼要說 另外 String String 有三種 有FString 普通的String 有FText 有Localization 可以幫你翻譯 做幾個語言 使用的Macro 在UI 使用FText 比較特別的 就是 FName TCharge 沒什麼特別的 TCharge 跟Windows 之前我提到的TCharge 差不多 它就是 Ui Utf16 FName 是什麼 FName 假設你有兩個 Object 叫做 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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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每一個 都用String 都會浪費 Memory 會很慢 所以 FName 就是 一個很特別的 Class 它是怎樣做的 它是 由兩個部分組成的 一個部分就是 String Ector 另一個部分 是Number OK 如果用這種方法 儲存 你會發覺 你可以這樣去儲存 這個 第一 這樣 就是 諸如此類 其實 唯一不同 是Number String 是一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你會看到 它是 它沒有那麼多 如果不停地 它會給它 Number New Fullpin 2 New Fullpin 實際上 它不是這樣 實際上它有少少不同 就是它有一個table 裡面會存在一些會出現過的字 而且這些字好像沒有分大世界 它好像有說這個是Case Incentive 我忘了它有提過 我記得它有說這個是沒有分大世界 不過不要緊 它就會 例如我加一個新的actor1 我想做一個這樣的fname 它就會看看這個table 有沒有actor這個字出現過 例如沒有 它會加一個 當然它有一個hash table 幫它搜尋很快 就是這樣搜尋 然後 它就會有一個 pointer 指去這個 entry 第二次如果有actor2 它同樣地 就會嘗試找到actor2 找到有 它就會找這個直接 pointer 這個做法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我們去 譬如A 就等於actor1 B等於actor2 如果我問A 是否等於B 當然這個直接可以看到 不等於 但如果我有另一個 Variable C 也是等於actor1 其實它也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問A 是否等於C 其實它不用做String Compare 它只需要Compare 這個 pointer 跟這個 number 一樣 它就會知道這個名字 可以加快整個速度 是吧 所以有時候 你找到 其實它 比如這些名字 或者Variable 名字 功能名字 它就可以用Fname 因為這些 出現同名的機會很高 它又不需要 做String Comparsion 就不需要 用那麼多 Point Power 第二就是 可以節省多些RAM 因為String 也不需要 另外的記憶 那缺點就是 它需要 當你製作過一項 它需要 在這個Table 找一次 但其實Hash Table 也很快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設計 其餘的String 就不太難 FString 你也是 平常的String 用 有些PinF 功能 或者可以變成世界 之類 其他也不太特別 其他也不太特別 還有它有自己的E-NUM 是嗎 剛才也沒有說 其實Blue Plane 是可以 自己Define E-NUM 看看 一時間 就不記得 怎麼按 它和PoGram 是一樣的 你可以選擇 自己Define E-NUM Structure 你也是 和C++ 一樣 A 接著 就是 Description 選擇 你當時 有一堆E-NUM 你可以選擇 聚號 或者 Structure 你可選擇 裡面有什麼 Member Web Web 叫做New User Structure 和E-Lum都可以 插出來 插出來 那你就可以插到裏面的數 Structure 能夠解鎖 Speed 看見嗎 裏面的Member 能夠解鎖 可以解鎖 這就是一樣 最後講完 可以收工 它有一個叫做 例如這個 剛才我一直都說 這個Bluepin好像一個class 你可以用 有時候有些功能 當然這個功能等於C++的一個方法 就是黏住這個class 有時候我會想 有些Utinity的功能 我想像Static功能 或是高部功能 那要怎樣做呢 其實你可以加一個 叫做 Bluepin Function Library 加這個 我可以自己做一些功能 例如這個 例如這個 MyTest Function 這個功能 你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做什麼 自己想做的事情 OK 那 這個就變成類似 就像是高部功能 那 例如我去到這個 我去到這個 我去到這個 沒有所謂的 無所謂的 你都可以找到 MyTest Function 那 在這個功能 那 你就可以 不是 一個object 的一個功能 同樣的事情 你都可以 在C++++做的 你可以做這個 我應該是 記得是這樣 按一下 按一下 這裡 你可以做一個 功能 但這個是 是 C++++的 版本 那 你就可以有些 高部功能 可以用 那些utility很有用 譬如有些 計算一些 不是貼著object的 東西 如果是C++都明白 你總是想有些 高部功能 或者有些 那些utility的功能 不是跟著某些object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這個 示範了這個 等它要等它要 我繼續說 那 Unreal 是一個很複雜的 引擎 但是你明白 這裡可以做到 基本的game logic 例如 什麼 例如 所有運算 你都可以 這樣做 嗯? 怎麼了? 看看 是不是我打了什麼 還是它錯了 因為這個 它錯了 實際上 做到這個game上來 就是很多時候 做一個 做一些Trigger 位 或者 經過Physics 例如 你可以做一個盒子 讓它撞到盒子 之後 跟你說 就傳給你 那你就想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或者 撞到它之後 你就可以 扣血 或者 反過來 你都明白 食射program 是不是應該不太難 好 那 Function Library 你可以按照加 都是一樣的 這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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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是 的 比較難 不一樣 按照 按照 這個 不如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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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red 完全 公開 もし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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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種 Putin 公開 不, 可以 其 있나 不是太困難 是要Static OK 回到這裏 我隨便的Bullpin 裏面 我想叫這個 這裏是Bullpin的 功能 我剛才有一個 這裏是同名 同名又不太好 這裏是比較好的 這裏是比較好的名字 可能會比較清楚 不然會混亂 這裏是功能 這裏是功能 裏面的版本 我們先試一下 先把這裏切斷 把這裏切斷 把這裏切斷 就是這樣 這裏切斷 大致上是這樣的 你有這個基礎 你可以自己玩 無論你用Bullpin 和CK加 都可以做到 Game Logic 實際上 遊戲怎樣玩的 例如 怎樣解決鍵盤 那些 你就可以自己 摸索一下 例如鍵盤 在這裏做的 這裏切斷 這個應該叫做 Action Map Project Settings 應該是這個 Input 你可以按Action Map 前後左右的鍵盤 這是方向鍵盤 按了什麼鍵盤 加了一個新的 例如上鍵盤 按了 拍了什麼 按了一鍵盤 那你就可能叫做 Fire Shoot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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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按一按鍵 不,它需要 遮住也看不到 這樣吧,這個我不示範 總之,你看到它的大的概念 都是用這個 Blueprint,可以拉這個 Graph 去定那個 Logic Flow 然後可以加一些 Variable Structure 啊,In 啊,什麼都好 然後你又可以 計算,例如 Vector Vector 加 Flow 啊 X,Y,Z 這邊就出回 Vector 剛才這樣說,你可以拆開它 或者可以黏在它 又或者反過來,如果我拆開了這個 可能有一個 Meg Vector 剛好我不知為何有三個 想組成 Vector 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Make Vector 或者,拆開它 也有的,好像 Break 啊,不是這樣 那,不只是 Vector 的任何 Structure 距離都可以分開 或者這樣 你可以由 Vector 變成 Vector Vector 一個變成 Vector 或者數字這樣說 可以直接在這裡拆開也可以 所以基本上很少用這個 這個 這個反而就會用 Meg Vector 可以把數字拆開 這個數字拆開 這樣 就是這樣 你可以設定 Big Point 其實都是 Program 的 那些東西一樣的 你可以設定 Big Point 對,設定 Big Point 當它在 Call 的時候 它就會停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 一樣 是嗎 跟 Serpoken 的時候 可以步行到下一個 那些東西不太難 之後的東西 或者說一下時間 那 那我講到這裏 那我用一個很快的時間 用一個 Video 講完 那 不明白可以問 讓我盡量回答的就回答你 那另外 祝你好運 如果你用這個 Game 那就是這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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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